婚礼后的11月29日正是她45岁生日 届时她将随丈夫回日本夫家 正式扮演日本媳妇的角色 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 林志玲和黑泽良平将在本月17日举办婚礼 两人保持神秘事先完成慈善日历的拍摄 本期日历将特别赠送两口子婚后合照 算是她送给粉丝的特殊礼物 对于婚礼的举办地点 坊间争议比较大 一方面是林志玲的名气很大 各地都争相抢着办婚礼 另一方面是林志玲意在遵循传统 杜绝铺张浪费 所以他们其实不想太张扬 直至11月12日晚 台媒曝光林志玲婚礼场地 是热度比较高的台南第一美术馆 据知情人透露 林志玲看重此处露天中庭 四周还有老树围绕 古色古香氛围特别庄重 一切均符合她在古厕举办婚礼的心愿 这也是林志玲以一个中国台湾媳妇出嫁的憧憬 但由于该地不能燃火 林志玲将布置中心放在花卉设计上面 而且美术馆地方有限 最多只能开衣食二桌 起初她想宴请的宾客也将近百来位 人数刚刚好符合 报道指出 林志玲本着低调办婚礼 婚礼上的装饰她多半会自己守会 但时间匆忙 如今花卉的选择尚未拿定主意 公公婆婆对她十分体贴 没有要求婚宴一定要南方主办 所以台南的婚礼是林志玲婚礼的唯一一场 17日当天 先有婚礼仪式 再进行婚宴 婚礼后的11月29日 正是她45岁生日 届时她将随丈夫回日本夫家 正是扮演日本媳妇的角色 同公公婆婆一起生活 而在11月11日 台媒曝光林志玲已安排司机选购办手礼 因为林志玲不收礼金 只收礼品 参加婚礼的好友蔡康勇 表示会送林志玲一份艺术品 另外 经常嘲讽林志玲的好友小S 即演绎路上的伯乐丘梨宽 亦会出现婚礼 一起见证林志玲的幸福时刻 进行 出面的 赏 远 出面了 出面了 出面的 出面了